大家好,我是小鬼头 这是没有改动的黑洞锅 能干掉一格里面的老蛋 这是十倍尺寸的黑洞锅 能干掉一整行的老蛋 这是十倍攻击范围的黑洞锅 也能干掉一整行的老蛋 那么小鬼头在这里有一个疑问 相同倍数的尺寸和攻击范围 这两个植物能达到的距离是一样的吗 认为是一样的抠一 不是一样的抠啊 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吧 原版樱头炸弹 炸到了三乘三范围里面的老蛋 两倍尺寸的樱头炸弹 炸到了三乘七范围里面的老蛋 哎,为啥是这个范围啊 只有横的范围变了 树的攻击范围没有变远 有小伙伴知道是为啥吗 这是两倍攻击范围的樱头炸弹 可两倍尺寸的樱头炸弹一样 原版同阵容的毁灭菇 炸到了三乘三范围里面的老蛋 两倍尺寸同阵容的毁灭菇 炸到了三乘七范围里面的老蛋 两倍攻击距离同阵容的毁灭菇 哎,居然只炸到了三乘三范围的老蛋 这是为啥呀 难道是因为毁灭菇的特性 即使是攻击距离翻倍了 也还是只会对周围三乘三范围里面的友军造成伤害 再来试一下忧郁菇 原版忧郁菇三乘三 两倍尺寸的忧郁菇三乘七 看来增加相同倍数的尺寸和攻击距离之后 它们造成伤害的范围还是一样大的呀 看一下近战植物情况是啥样的 普通蛇草的攻击距离是两个草地 两倍尺寸和两倍攻击距离的蛇草攻击距离是一样的 都是四个草地 再来看一下土豆雷 原版只能炸到一个老大 两倍尺寸的能炸到三个老大了 两倍攻击距离的也能炸到三个老大 看来两个是一样的 相同倍数的攻击范围等于相同倍数的尺寸 它们攻击到的距离会是一样的 现在小鬼头是清楚了 但是又有一点想不通了 就是这些伤害范围是三乘三的植物 翻倍之后为啥伤害范围变成了三乘七 这又有小伙伴知道吗